今天午安 大家晚安 前民黨主席宋初如 盡情無共 七月十九號 國民黨全代會 如果推出一個不能符合 民意的總統候選人 他就非常可能跳出來選總統 他今天會擴大幹部會議 到底要選總統嗎 他是虛張聲勢 還是囂張肇事 人家說不算最大 如果算下去 大家都會大 對國民黨來說 對民進黨來說 對小英對洪秀柱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洪秀柱雖然不正視乎 但是他都算一大堆 他還有他很重要的目的地方 說來說去一大堆 給各位理出一個頭緒 介紹現場五位來賓 第一位 立委莊瑞雄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 剛被國民黨開除的 臺北市市議員李慶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還有自身政治評論員 雲妹妹 大家好 兩位自身媒體人 我們的曾思辰 謝老師 大家晚安 還有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宋楚瑜又開炮了 幹部會議還是照打國民黨 來 我們看一看 簽名黨主席宋楚瑜 找來全國各地的幹部開會 討論2016總統跟立委選戰策略 到底要跟國民黨宣戰 還是要合作 一定會跟洪秀柱見個面嗎 暫時我沒有這個計畫 幹嘛那麼緊張啊 宋楚瑜只有兩萬票 有什麼好緊張的 是不是啊 我要自己四面楚歌 草木皆兵啊 就怕中了我的十面埋伏啊 今天不是台灣人民 對不對得起國民黨的問題 是這八年來 台灣的民眾所受到的許多的問題 馬總統和他的執政的這個團隊 必須要向人民負起責任 這個月底是萬歲的三週年 我需要好好的仔細的去考量一些事情 所以我會在八月初再向諸位做一些報告 好 各位朋友我們台中有一個公共派議 如果要討論 這樣就要看 觀眾可能會照料料 隨便 現在有人已經說宋秋龍 七月十九號已經過四十八點鐘了 到今天滴滴嘟嘟嘟 到底葫蘆裡面在賣什麼藥 如果根據今天的這個 親民黨的幹部會議 根據裡面討論的氣氛跟可能的結論 那麼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 宋楚瑜就是會參選 只是宣布的時間何在這樣子而已 那麼當然因為月底是萬歲姐姐 我們客氣說 陳萬歲女士是宋楚瑜也好 還是在省長任內也好 很多很多的台灣民眾非常感念的一個對象 因為他做人非常親和力很好 那不幸三年前去世 所以我相信對宋楚瑜先生來講 也是一個顧忌 不過可惜的是說 如果人家說打鐵要趁熱 選舉打的是一個聲勢 不客氣說就是一個勢 我們舉去年的柯文哲來講就好了 在去年六月之前柯文哲沒有勢 那個勢不在柯文哲這個地方 反而是連勝文他的民調高大百分之六四十八嘛 可是到了下半年的時候 柯文哲的事一夕之間撲變 然後呢一夕之間整個新聞衝衝上去這樣子 所以其實可惜的是為什麼說可惜呢 其實宋楚瑜既然這個態勢 在今年過年前他是完全沒有要選的跡象 包括他上很多的電子媒體 上很多的這個政論性節目等等 可是既然到了如今啊 這個你已經沒有辦法再擋得住你不參選的 這個可能性的話 你就一定要參選了 你其實可以大可在719全代會或是隔天 你就直接宣布 我告訴各位了 當如果最好的時機其實是719的晚上 那麼那天的下午當全國所有的人都在看 國民黨的所謂大團結 紅袖柱站出來的時候 如果那天晚上宋楚瑜直接公開宣布打下去的時候 他要選總統的時候 所有那個就好像深水炸彈炸毀國民黨這個潛艇一樣 隔天的所有的媒體的報紙的頭版 不會是紅袖柱全部是宋楚瑜 那是一個是 是造一個是 所以呢現在宋楚瑜呢 既然他選擇要在8月初的時候 跟大家等於說說明嘛 我相信他一定有所準備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段期間之內呢 也頻頻的走訪中南部 尤其是中部地區一些頗具影響力的 甚至於還有包括一些所謂的金主之類的 所以這些人呢凝聚起來 打選舉 打這個所謂的總統大選 抱歉 不是像馬英九 我們看到了什麼四億五億這樣 不是啊 那是一場超過十億左右 八九億十億左右的重大的選戰 如果沒有金主沒有這些所謂的裝甲 沒有這麼多的凝聚回來的話 那麼宋楚瑜也很難完成 不過我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禮拜六我在台中接觸到不少的 所謂泛藍的國民黨的一些基本的 在台中的一些議員明代等等 確實他們對洪秀柱是很失望的 而他們也確實告訴我 他們是不會投給蔡英文的 他們是會投給轉投給所謂的宋楚瑜 所以在這個部分 確實今天國民黨說啊 他會分掉很多泛藍國民黨的這個選票 這是一個事實 那麼就看到時候這半年來宋楚瑜 到底能不能再重新的捲起圈堆雪了 是宋楚瑜今天還痛罵國民黨 不是臺灣人民對不起國民黨 是國民黨對不起臺灣人民 但是慶元兄 洪秀柱的發言人 游子強卻說宋楚瑜 你不要出來 免得讓民進黨餘翁得利 所以是不是國民黨這邊 或洪秀柱這邊 對於宋楚瑜出來 基本上還是不樂見的 也不願意跟他撤破臉 還是套一句宋楚瑜主席說的話 這個滅六國者六國也非情也 也就是說今天國民黨 如果在明年元月十六號慘敗的話 不是秦朝也就不是民進黨 把他搞到慘敗的 是自己把自己搞到慘敗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國民黨到現在文明也聽下去 我舉例來講好了 像今天我們看到媒體上報導說 高層表示這個宋主席 就親民黨他可能會挖國民黨的牆角 他說尤其是一些被國民黨 開除黨籍 以及未獲國民黨提名參選者 如果親民黨回收一些被開除的黨員 國民黨樂觀其成 我覺得像國民黨這樣的話 講這些話 請問這個被國民黨開除黨籍的也好 或因此沒有辦法參選的人也好 那請問你 他們到時候力量是會靠向哪一邊 本來呢 大家還對你國民黨 可能還覺得說 不想跟你在那邊拼鬥的 結果現在發現到被激起戰鬥意識 比如說像類似楊時秋被開除黨籍 本來他還不想選的 好了 被刺激了 就這個話刺激了 刺激完以後 他現在跑到松山新義 其實跟廢宏泰選了 廢宏泰那邊選區選了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事實上 從很多的民調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宋楚瑜主席如果參選的話 他的一個選票結構裡面 有十九趴是從蔡英文主席那邊拉過來的 大約有十七趴是從洪秀柱 總統候選那邊拉過來的 請問是誰被拉得多 從這裡來看的話 最近的民調顯示 這個從蔡英文主席那邊拉的還多一點 所以為什麼說現在 現在民進黨說 我如果宋楚瑜主席要參選的話 我要拉路上警報了 我要拉路上警報 是 原因就是你把我拉得更多 是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你說這邊拉十九趴 那邊拉十八趴 可是宋楚瑜的動作 大家都想算 你站著毛坑 你到底拉不拉 是不是 師承 還是說宋楚瑜現在的考慮 其實如他講 他在算 不是那一股氣 而是我要計算 那宋楚瑜到底對國民黨能產生多大的影響 我覺得今年這個民調非常的怪 各家民調對於宋楚瑜的 在對整個戰局影響力 這個差距非常的大 我先說我的評估 我認為宋楚瑜如果真的出來選 他能夠拉到蔡英文的票的情況是非常少的 我認為他的影響力沒有那麼大 那我覺得他出不出來最重要是評估說他對於立委的影響力 我上一次在親民黨選立委我那時候自己我就評估過 後來果然是當然這個剛好湊腳 就是大家會分裂投票 就是總統可能不投你 但是這個包括不分區的這些部分會投給親民黨 今年情況我覺得也不見得會如此 今年因為我覺得民進黨已經說了 如果說宋楚瑜出來選總統 恐怕那些本來所謂的禮讓的區域 可能也要找人家來參選 因為我沒有道理說 我把我本來因為民進黨可能明年可能執政 我把我的立委讓給你 那我明年還如果要一些議題的話 我要看你的臉色嗎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這個宋楚瑜現在在評估 所以他為什麼七月十九號那天 不就馬上說我要參選總統 我覺得他評估很多 因為他本身就我們了解說 他本身在黨內也有兩派 一個是歌派 一個是鷹派 所以現在當然是這個鷹派比較占上風 可是我覺得宋楚瑜他說 我覺得他本人的意願 其實沒有那麼高 但是問題是說 他現在參不參選 對於他整個黨的氣勢 到底怎麼去評估 因為現在的民調來說 對於他的參不參選 其實是非常紛亂的 怎麼去分析 怎麼去評估 我覺得他必須要好好思考一下 不然真的出來選 本來有的東西可能會變不去 我在想 是 妹妹 如果這麼講宋楚瑜好像對中間的 藍的綠的都有拉票的功能 那我請問一下 第一個他為什麼直撿國民黨 第二個他說我如果出來 我以後我輔選立委不分黨派 他不會幫民進黨輔選吧 我想 對啊那他會幫國民黨輔選嗎 不可能 宋楚瑜是局出於籃吧 那他要勝於籃嘛 所以他剛開始 而且現在是國民黨執政嘛 所以他炮轟的對象一定是國民黨 但是民進黨要注意 我認為他如果出來 聲勢真的有造起來 贏了洪秀柱拉開一段距離 氣保有可能的時候 我認為他會把大部分的炮火 轉向轟來來轟蔡英文 我覺得這是有可能 因為這是動態發展的 那我要講 宋楚瑜我認為他這次一定會出來 我認為他只是他沒有正式宣布而已 因為對宋楚瑜來講 第一這個可能是人生的最後一戰 對馬英九他都出來了 郝龍斌出來對洪秀柱不出來像花 然後你剛剛講 謝老師你剛剛講說這個 不算的最大 要算的就火大對不對 我要講 他才算的火氣大什麼 會生條子 他出來條子都要一條你知道嗎 所以洪秀柱受到的威脅會很大 為什麼 注意看 洪秀柱你看他那個民調裡頭的分析 其實他的一中銅錶在泛南裡頭 反對的比贊成都還多 事實上洪秀柱這樣 他代表泛南裡頭 其實少數的非常極統的力量 這裡面他的一中銅錶 其實相對於馬英九的一中個表 馬英九的什麼九二共識 一中個表 不統不獨不武 坦白說 這可能是國民黨的主流 而在這邊是跟洪秀柱 是有針鋒相對的 不要看他說七一九那天 他講九二共識 他不講一中個表 各位有沒有發現 但是宋楚瑜今天出來 我相信宋楚瑜不會去跟他 什麼九二共識 應該不會是這樣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宋楚瑜是講人民 對我現在要講說 洪秀柱第一 在這個意識形態裡頭 傳統的正男 有些是有焦慮的 因為他太極統了 受壓抑的本土男士 會更受不了 這時候宋楚瑜的出來 顯然的好像是泛南裡頭 另外一個有可能的選擇 這就是為什麼 其實這個國民黨 今天要放出一個民調出來 居然把宋楚瑜排除在外頭 說這個洪秀柱只差九點五趴 那我們恭喜洪秀柱了 事實上操作的痕跡太明顯了 因此我覺得宋楚瑜 不管說是人生的最後一戰 乃至於他的不分區 其實比較可能去帶動氣勢 因為區域真的太困難了 所以藉由要拉抬 整個不分區的氣勢 我認為宋楚瑜的出來 是勢在必行的 大叔國民黨要非常小心的 挑戰真的很可能 不小心這條會變成小三 那國民黨的區域立委 甚至如果在維持這種集統的 真的跟洪秀柱掛在一起的話 國民黨很可能到處變成一個 中小型的政黨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 宋楚瑜到底在想什麼 他今天講的八個字 我覺得可以給民進黨思考一下 怎麼說宋楚瑜 他說他後面目標 八個字 第一個叫做聯合政府 後面四個叫做務實執政 他變成槓桿 聯合政府呢 這個中英請問一下 宋楚瑜意思就是 我如果國會 我如果把它衝下去的時候 民進黨可能沒有過半 那就加我宋楚瑜過半 那加我過半 不是只有國會過半 我政府也跟一家 聯合政府有這種可能嗎 這我看宋楚瑜現在的循環 以宋楚瑜現在跟洪秀柱 兩個人來做比較 這兩個比較要說魅力 這眼睛放假期的大家來說 就一定宋楚瑜比較好 所以當宋楚瑜每一波的民調 做出來已經慢慢在操業 洪秀柱 他第一個看到的 一個政黨的黨主席 他看到民調有二十幾趴 他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我不分區有幾席 如果說現在真的 所謂的二十一趴是真的 那你把它去換選票 七到八席 那宋楚瑜想說 如果我真的有七到八席 現在就有七到八席 你搞不好再往前再衝 再把洪秀柱往下再讓他 更低下去打下去的話 是他搞不好一想說 我如果真的高興 只有五十幾趴 他想到他以後 他人生在政壇上 又可以在最後發揮 這麼大的一個影響力 我認為這是可行的 第二個宋楚瑜其實他還被檢驗 看來他現在是在外面 在台灣各地有很多的好朋友 現在也開始又要重新 進行說一個宋主宋省長的一個神話 但他基本立場也是痛 到最後也許他打來打去 他在打紅袖柱的時候 國民黨如果看到他的民調低 怕被邊緣化 他搞不好他也去來 來轟宋楚瑜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一次的選舉 一定是全台灣就有可能 優秀以來 上級投票的一個總統選舉 我上次問一下 宋楚瑜如果真的出來選總統 你們的區議立委 譬如說港府區 大家都知道嘛 你們禮浪給親民黨的黃珊珊 宋楚瑜如果出來選總統 你們黃珊珊還讓他一圍這樣 給他綠燈嗎 所以就很複雜了喔 宋楚瑜他如果出來參選 他要的到底是 他自己個人在總統這一站裡面 要拿到幾票 算就要算贏了 他這樣出來 唱到賣了說是為了 要自己保倫庫的政黨 要選輸的不可能 你要選輸 但是你也是一樣的 拿到選票 所以我會覺得說 民進黨會重新再考量 宋楚瑜在藍跟綠 其實真的確實從民調看出來 都可以拿到一些選票 因為那麼多民眾 不管他是不投票的 或者說對現在的執政 是不滿意的 他會從這個投票裡面 這個投票新聞去找一個出口 但是影響的全部都會是選票 所以民進黨他也要好好去做精算 各位朋友 我覺得宋楚瑜這句話 聯合政府是很關鍵的 為什麼 因為你總統就算你選第二 你輸20萬票 你也沒有資格講說 我第二的我跟你聯合政府 那怎麼樣才聯合政府 國會裡面 你不管是民進黨或國民黨 你加上我親民黨 才有可能過半 關鍵少數 那我們就問宋楚瑜 叫馬英雄 叫金埔中 叫洪秀柱 叫郭民動 我到現在沒有聽到他叫朱立倫 為什麼 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可能宋楚瑜講的 聯合政府也不排除跟國民黨 因為總統 可能輸 國會不一定 我們看一下 新新聞這七月十六五 有一個報導 就是說 二零一五年初 也就是朱立倫剛接 黨主席沒法顧 朱立倫接任黨主席之後 主動拜會宋楚瑜 局議人數脫落 會面只是唇哈拉 就是套套交情 系列哈拉講半天 既沒講到立委合作的方式 也沒有講到總統的部分 當然這很有可能 但是信仰 有沒有可能 這裡面談到的 其實是某種程度合作的空間 總統選舉當然不好合作 可是國會立委 有沒有可能 宋楚瑜跟國民黨選後的立委 這樣 因為朱立倫主席 不管跟宋 在第一次會面的時候 包括向他請益 包括過去跟他的一個 把他當作長輩 這樣在互動的 一個良好關係來看的話 雙方確實留有一份情面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朱主席他自己說過 明年月十六號 不管國民黨贏或輸 他都下臺了 國民黨已經不是他 他在主導了 所以就是說到時候的國民黨 是誰來主導 連宋楚瑜都沒辦法掌握 連朱主席他也不知道 他也沒辦法去掌握 因為他卸任了 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的話 你說朱送會有這樣的一個結合 我並不認為朱 恐怕卸任以後去專心當他新北市長去的 那到時候如果說是國民黨 這個按目前的一個選情 除非國民黨在未來五個月之內 他忽然這個忽然有一個大的突破 政策決策 高原大的改變 大大背心 重拾對他的信賴 要不然就目前的民調來看的話 這個洪秀柱要贏的機率相對是比較低的 那如果說今天連國民黨內部 在評估國民黨到底在立法院 能拿到幾席 有人說是五十席 有人說是四十席左右 好啦 不管你是四十席五十席 請問你差過半有多遠 是 差過半最起碼差了二十席以上吧 那親民黨這五十席差十幾席 五十七席過半 我們總共要五十七席過半 五十七席過半是五十七 五十七 國民黨現在是六十五席嘛 朱立倫說他可能輸到只剩四十五席嘛 也有可能嘛 那你如果輸到四十五席的話 請問親民黨他有辦法 在明年掌握到十幾席的 不分紀錄和區議立委嗎 這個是難度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就是說他基本上來講 他的席次按我瞭解 宋主席的想法 說我不分黨派要去站臺 這個所謂不分黨派 這個站臺這是一個一個說詞 那你看國民黨的會敢找他的站臺嗎 找到站臺是不是應該 無黨的吧 要被看住黨籍 他可能是替只要有人願意 只要那個選區裡面方便 哪一個人願意讓我站臺 我就跟你站臺嘛 我舉兩個例子啊 一個叫鄭如芬啊 一個叫做張家駿啊 那有可能啊 有可能嗎 對 有可能啊 還有一個叫李鋒軍國民黨的啊 以前是全民黨的啊 那也有可能啊 是啊 對不對 記國動也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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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加加起來齁 國民黨沒有過半 OK 民進黨如果沒有過半 民進黨如果沒有過半 內幾席要找國民黨不可能 所以找親民黨啊 第三勢力萬一沒有幾席 是不是找親民黨 我相信這個機會非常高 第一次會牽扯到什麼 立法院長的一個選舉 再來在國會裡面 你要一個穩定的話 政策要去推行的話 一定到最後會去結盟啦 所以宋楚瑜他這一次 大家在斷定說 要選嗎 要選其實你要趕快 你如果不選 其實他必須要把自己的態度 去講清楚啦 憑著宋楚瑜在人生這最後一戰 要把親民黨 再退另外一波高峰的話 是有可能的 但是國民黨現在既然認為說 那告訴民進黨餘翁得利 他現在想法還是非常老舊的 他一直認為說 反正你親民黨 你宋楚瑜就是藍軍 我哨子一吹 大家都回來 你宋楚瑜可以拿走多少 國民黨顯然 現在還不願意相信 我這麼問好了 不好意思我開個玩笑 他今天跳到其他萬歲 有沒有可能宋楚瑜滴滴嘟嘟 猶豫不絕 最後不是萬歲 而是清水 所以最後一戰叫清水休息戰 變順啦 有沒有可能變這樣 我認為 因為我認為宋主席 他已經看到了 明年以後的立法院國會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整合的狀況 為什麼呢 因為在整個過度的狀態的話 過度狀態 明年有可能大黨小黨黨派 林立的立法院 這可能性很高的 也就是說 你今天國民黨民進黨都沒有辦法 在立法院實質過半 那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裡面可能會有民國黨 他會有席次 然後親民黨會有席次 不管是不分就區議 那其他臺聯啊 時代的力量社民黨 甚至包括五黨籍等等 還有一個下禮拜要成立 臺灣獨立的行動黨 可能下面還有一個臺灣獨立行動黨 等等 他們不管是不分區或什麼之類 就是說立法院會進入一個 所謂的戰國時代 那這個戰國時代的情況之下的話 如果說今天蔡英文主席 真的贏了這場選舉 那他要不要去重蹈過去 在這個陳緹扁執政時期的 這樣的一個國會 沒辦法掌握的狀況 這個時候在國會裡面啊 作為一個所謂合眾聯合 是必然的 但我分析的結果就是說 各個各個黨派裡面 不論是有一系列兩系列 三系列四系的 我來看的話 大概跟國民黨合作的機會 比較低 大概是這樣狀況 當然聯合政府不是只國會 聯合政府一個是建議 所以宋楚瑜 你相信不是立法院院長 不可能是行政院議長 今天好好算 來我們這段時間到這裡 休息一下老闆繼續 按披碼政府不得民心 但目前大選民調保持領先的蔡英文 仍不敢大意 因為根據台灣智庫的最新民調 蔡英文以百分之五十四的支持率 大贏洪秀柱的百分之二十四 但是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一旦披掛上陣 蔡英文的支持度 馬上掉到百分之四十三 國民黨公布最新調查的民調 蔡英文有百分之四十七點一的支持度 洪秀柱有百分之三十七點六 兩人差距只有百分之九點五 民進黨的路上颱風警報發了 聽到怎麼看 我們對於整個情勢都有所了解跟掌握 那整個選舉的這個佈局 我們也隨時會因應調整 那總而言之這個選戰 不論誰加入這個選舉 或者是說有多少人在這個選舉裡面 我們都會謹慎一對 不負為贏 各位朋友 你如果去吃西餐 要一桌對不對 當然主菜加一個雞啦肉啦 什麼 骨牌啦 可是 骨牌 可是要選也不是主菜要選啊 點心也是要選啊 蔡主義可能沒辦法變成主菜 但是漂亮 是 一變成點心也可能是一個關鍵 所以說 他說我不分黨派幫你們 輔選很多人就在想 他腦袋想得其實是 不是選總統 而是在立法院裡面 攻佔第三個大黨 這個 我們昨天在這個地方評論的時候 這一次國民黨的全代會 我整個立委沒去 張家駿沒去 李鴻鈞沒去 鄭魯芬沒去 各自有理由 我舉張家駿就好了 張家駿沒去的理由是 他的大條腳 不知道要 女兒是好心對不對 要辦婚室嘛 他要正婚嘛 請問你 國民黨的全代會 是開半個小時嗎 不是拍整個下午嗎 那麼不管你是中午 不管你晚上你不可以搭高鐵上來嗎 至少你露個臉牽個道 你有來嗎 對不對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呢 這個 宋楚瑜他葫蘆裡在賣什麼藥 心裡在打什麼算盤 從那個關 其實從關鍵少數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告訴各位就是說 宋楚瑜現在的最大的戰略 當然包括施誠他分析的是說 那對他不一定有好處啊 那我的分析剛好跟施誠相反 那對宋楚瑜沒有什麼壞處啊 一個七十幾歲已經選過三次總統大選的人 親民黨已經到了這樣的結果 而且他在2004年跟國民黨合作選過以後 他非常心裡面非常圈插國民黨的你知道嗎 不管是人跟錢的部分嘛 所以這種狀況是這樣 我要是宋楚瑜我人生最後一戰 為什麼不戰 公開拍電話嘛 戰輸就這樣子嘛 戰輸不過就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戰贏啊 剛剛說過了 宋楚瑜他如果能夠把那個氣勢 今天要不是國民黨推出的是洪秀柱 今天是推王金平 你看宋楚瑜會不會出來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就是因為國民黨推出一個不好意思 這個等於說他的老師洪秀柱 至少目前看起來 他的聲勢確實不如之前的房磚條款的46% 但是我請問一下 那宋楚瑜到底是因為洪秀柱這個人選不好 還是說洪秀柱出來我打比較好打 因為我告訴你很簡單 宋楚瑜是個非常聰明的人 他從去年到今年的每次只要政論性節目收視率都不錯的原因 是因為他點出了目前執政黨執政的馬英九的無能嘛 一再的無能一再的強調 而且我發現他很會他是與時俱進 你看他年紀七十幾歲喔 是 他有特別針對網路上很多年輕人的心裡面想講的 所以他講出來讓很多人覺得講得好啊 是 重點就在這個地方 關鍵少數是聯合政府對不對 是 關鍵少數我問你 選舉是用加減加法減法 現在大家都說錯 不對啦 那朱立倫話說四十五歲 是要增加危機意識嘛 那民進黨在話說可能過半 那是聖宮也是一個激勵士氣嘛 不用受騙啦 我跟你啦 國民黨民進黨至少都差五席以上 我不客氣說 因為很簡單 我們都精算過 每個每個地方 苗栗以北還是國民黨佔上風 台中以南很抱歉 就是民進黨的天啊 所以這種狀況要告訴各位 現在在中部以南的各地方派系 原來屬於藍軍國民黨的 現在很多打算要脫黨 打算要無黨籍的參選 他們的如意算盤 跟宋楚瑜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全部成了關鍵少數 當他們成了關鍵少數 我剛剛跟你講過嘛 五席嘛 我問你 當我如果有誰能夠掌握這五席 以上的席次的時候 是很抱歉喔 他反而成了未來台灣國會 立法院的最大的影響力的黨 你知道嗎 不管你是國民黨 還好民進黨也好啦 他現在打的如意算盤 是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在總統大選 如果他的聲勢能夠衝上來 那能夠把洪秀柱變成邊緣化 能夠有氣保 他如意算盤是這個樣子嘛 當然有待於這半年的局勢 去如何去改變 但是關鍵少數官限影響力 這是他希望能夠做的事情 OK 要把洪秀柱極小化 我相信這兩天啊 真正在看民調的 有一個人叫做宋楚瑜 他要看宋楚瑜出來 洪秀柱出來之後 我拜託我們來看看 TPPS的長 也就是說 在前天之後 立刻給你做一個 如果蔡英文跟洪秀柱 洪秀柱數十二% 宋楚瑜出來 雖然小英被拉下來 但是不好意思 宋楚瑜連十八個報告 指那個這個洪秀柱都還有二十八 他只有十九八 所以清遠我請教一下 宋楚瑜看到這樣的民調 還有之前他基本上再怎麼弄 他沒辦法把小英弄下來 他算得到的 我還是從從立委裡面去找手吧 那他還會選總統嗎 這樣齁 因為我一再強調齁 這個親民黨他的不分區 甚至於包括區域立委的候選人 如果沒有一個母居在帶的話 因為區域裡面 只有一兩個兩三個候選人在選 他的事是造不起來的 所以從他的來 從他親民黨的發展 除非他今天沒有去想到 親民黨的不分區立委的席次的問題 的發展來講 這個就算自私一點 他應該也會出來選 那會出來選的話 我常講他如果不出來選的話 親民黨在立法院國會的席次 可能只有二到四席左右 可是他出來選的話 就有機會衝到六到十席左右 那六到十席跟二到四席 這是天差地別 這個對於國會 尤其我剛剛說過 可能是各黨都不過半的國會的話 他會發揮關鍵的少數 這個關鍵少數 我相信是宋楚瑜現在一個 所謂的他自己的一個企圖心 那我常講這一次的選舉來講 就像大富翁遊戲一樣 大富翁遊戲 從目前的民調看起來 蔡英文主席他是大富翁 他是真正的大富翁 因為選票超過 跟紅舊柱比起來超過五十幾趴嘛 所以我這個大富翁 就算你宋楚瑜出來選的時候 我分一點給你 我不會死 我不會變窮人 可是洪秀柱他本身來講 在大富翁遊戲裡面 他已經是錢財有限了 票就有限了 結果你再把我分個 撐個多少幾趴走 三趴五趴都要他的命 所以就宋楚瑜主席 來這次參選的話 他是基本上是只贏不輸的 三咖之中目前來講 蔡英文主席他大富翁也不會輸 可是親民黨宋主席能夠在這一局 這樣下去戰的話 他是只贏不輸 這樣的局的話 我真不相信他不會出來參選 施誠你一直在搖頭是怎麼樣 是指贏不輸是 不是 你要看 今天以前民進黨或許沒辦法過半 那這次如果他有辦法過半 然後你要出來分他的立委席次 他以後要跟你合作 民進黨這個讓的政策一定會改變嘛 所以他自己在思考這個問題 你知道現在民調非常的紛亂 宋楚瑜他出來選一向有一個特色 就是高民調低選票 包括臺北市長包括總統 都是這樣的結果 那這次我不曉得 因為我們不能做評估 到時候說唱衰 我不曉得 可是理論上他出來的話 你說他個人魅力 他宋主席就是個魅力 可是他一定要用候選人方式出來嗎 那如果他用候選人方式出來 民進黨 就我如果是民進黨 我幹嘛要讓 我不能讓 而且你現在喊出聯合政府 我怎麼跟你聯合政府 我是內政部長加什麼都要讓你嗎 我認為他必須思考這些問題 而且我再講難聽一點 萬一啦萬一在明年 大概這個勢頭差不多底定 明年到時候 大家會有一個出口就是說 又是宋楚瑜 又是你跟兩千人幹同樣的事情 是 對不對 他雖然是所謂的最後一戰 他到時候又要承擔這個所謂的 這個責任說你看都是犯人 因為理而分裂 他也必須要考慮這些 所以我覺得他考慮的事情非常多 不只是說我出來選總統 是我的最後一戰 我覺得他考慮的不只這些而已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因為你現在看起來區域裡頭 比較慎選希望是黃珊珊一個 可是如果宋楚瑜出來好吧 你出來民進黨不讓 民進黨也突然出來 好黃珊珊 不知道會得到不得到的 但是他一出來 至少政黨票 我覺得他不分區 真的是可以搶到一些席次 對他來講 我有槓桿可以轉動地球啊 我如果變成關鍵的少數 我可以轉動整個立法院 我才有籌碼嘛 所以對他來講是贏小博大 只贏不輸嘛 而且老實說 現在跟他當年出來挑戰 馬英九跟郝龍斌 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語 實在是因為紅秀柱本身條件太差 那國民黨的執政又太失敗 所以天時地利人和 宋楚瑜如果當初都出來選 現在有理由不出來選嗎 但是我請教一下 你說什麼 你經濟婚禱說什麼 宋楚瑜如果要幫親民黨的政黨 不要拉票 他一定要用總統嗎 他如果用總統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這個問題了 民進黨譬如說黃珊珊 一定三人出來 三人出來之後 黃珊珊不會掉 民進黨不會掉 國民黨李彥秀怎麼掉 是不是這樣 宋楚瑜如果本身參選這個總統 他第一個必須去思考 贏不贏 大家算是他現在要贏困難 第二個 他選完之後 對他的不分枯 政黨不分枯 有加分嗎 未必 這一次大家在算說 宋楚瑜是不是一個破壞王 國民黨認為說 你宋楚瑜就是要來 裂解我國民黨 其實站在宋楚瑜的立場 我當然也要裂解你中國國民黨 我裂 我親民黨增加 我當然就是裂解你 他也不是為了要裂 他吃到七十幾歲 他沒辦法笑你 他要獲得他最大實質的一個利益 我認為其實如果宋楚瑜所主張的聯合政府 他想的第一個當然是立法院 第二個不排除在整個以後 整個行政部門裡面 他可以談 他有這個實力可以談 台灣如果說這一次真正徹底 把國民黨把它給弱化掉以後 我相信整個台灣會做一個改變 目前還在進行事 不要以為宋秀柱現在好像是19% 20% 到這個地方就停住了 謝老師我認為還沒有 為什麼七年多來 你看現在他們十九全 在兩天前而已 朱立倫講了那一席化以後 跟他在當初在接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時候 已經判若兩人了 大家認為他還有可能再改革 現在大家希望去了 所以七年多大家的失望 不要說633大家放在心裡都不再講了 再過半這五個月的時間 我相信不管是誰 只要會參選的一定會問洪秀柱 抱歉 馬英九黃金十年沒辦法實現 你再來要開的資票 是不是比馬英九更大 所以他很艱困 但是各位我跟你講 你不要相信宋楚瑜在說什麼 他嘴巴在罵633 腦袋想的是黃珊珊 你說是不是 對 不然你要拿什麼分靈 但是我請教清元兄 現在有一種說法 朱立倫 包括朱立倫 甚至於馬英九 他們其實是希望宋楚瑜出來 因為一出來之後 國民黨選手可以說 你看看 不是我推來人不好 那都宋楚瑜對不對 反正國民黨都不會贏 所以宋楚瑜出來 所以又有一說 幫國民黨解套 這個如果說國民黨 真的裡面有這種 這麼不爭氣 沒出席的人 所以要靠一個宋楚瑜出來 然後來替他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圓一十六號明年大敗 來解套的話 這是沒有出席的人喜歡 但是事實上 我有一個反向思考 這個晚上晚報標題說 宋若參選站臺不分黨派 但如果把它改成說 宋不參選站臺不分黨派 這威力也是很大 是 就是說你看當時那個 我們看到那個臺連 臺連 臺連黨當時的精神 女秀叫李登輝 是 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你看李登輝前總統 他也沒有來參選 然後臺連也沒有 也沒有推出總統候選 是 可是李總統 他一出來的時候 告訴全國說 你讓我臺連能夠存活下來 一戶裡面只要有一票 投我臺連就可以了 結果一投票 他的部分金比親民黨還多 其實還多 所以就是說 如果宋不參選 站臺不分黨派 或許也是一種思考 就是說說不定呢 他取得因為說 那個所有的泛男的 不會覺得說他好像 好像有一點這個所謂的這個 讓人家余翁得利的感覺 這個時候說明定 這犯人的選票 通通都給親民黨去的 也有可能啊 不只給親民黨 你那些五黨籍的那些人 甚至於包括 人有那種感情心理嘛 這也是有可能 所以坦白講 我認為宋 這個時候思考 這兩者思考 我認為坐在腦袋裡面想 他到底是選宋 還是李明太 他是要選贏 不是要選宋 但是的確 是不是有可能 有很多五黨籍的人 甚至於 像袁冠恆這種人 這一些人 或張家軍這些人 對不對 宋楚瑜如果不是 以總統的身分來助選 跟他合作會啊 這樣不可能 我感覺宋楚瑜 如果要選總統 也是合作會 他們就用不動的 我說真的 我認為國民黨 可能會有一些人 就我們剛剛講的那些人 我現在他們不會加入親民黨 他們用五黨 因為那個空間更大 宋楚瑜去騎台也更多 那事實上呢 甚至也有人說 那宋楚瑜可以 如果要衝補分副這樣 他就衝在安全名單邊緣 帶動氣勢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考慮 上次就有這個說法 對對對 也有這個說法 而且我聽說他們內部 還有一派是怎樣 你知道嗎 有點顧忌中共那邊的壓力 因為聽說有些人 跟中國也有心理在往來 我有聽說這種說法 那中國當然希望就是說 宋楚瑜最好不要再問到 條字的嘛 所以這些 我現在方方面面在考慮 但是我個人 到目前為止的評估 我認為宋楚瑜出來 可能性還是很大 好 好 這點當然還有待證實 我們這段時間到這裡 休息一下這個 好同學兄 謝謝 我要代替月亮 來懲罰你們 林彥柱把頭髮綁成兩邊 穿上短褲和長襪 說自己是月光天使 要以正義的形象 來懲罰賴清德 我要代替月光 懲罰賴清德 他就變得像小孩子 在辦家家酒 以後就會用了 用月光天使來懲罰賴清德 林彥柱批評賴清德 不敬議會的行為 如同小朋友在玩 半家家酒一樣 但自己卻以卡通造型現身 好像也有那麼一點兒戲 看在選民眼裡 真的很不恰當 有點恐怖 你會不會覺得他有點裝可愛 我覺得恐怖 比裝可愛多 有點失專業 應該是 因為應該是一個公正的地方 我們也要是一個整體性 不要說 端莊一點 端莊一點 林彥柱過去的作風 就相當大膽又辛辣 曾經在議會殿堂上 對新聞處長吳唐成潑水 因此一波成名 又曾經將自己自比為織女 賴清德是牛郎 期待與他相會 為了賴清德不進議會一事 他不斷的出招引起關注 卻也模糊了議員 究竟是要關心議會重要 還是自己登上媒體版面重要 事實上 很多人說 國民黨在台南這裡的市議員 證明一件事情 國民黨已經家裡沒人 全部 你要怎麼弄 怎麼弄 是變這個樣子 我這評論是要弄過去的 這是被評論 我是覺得台南市議 我認為台南市議會 我覺得還是要開議 我覺得說這個很多東西 還是預算的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 但是用這種方式 我是反對啦 你補這個 補這個 是這樣子賴清德說 嚇到專利去議會 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東西 對賴清德 要不要進議會 一點作用都沒有 你這是我剛剛 我覺得他評論不錯 就是我個人出風頭而已 所以整個的議會 這個意識和諧 一點營養都沒有 所以說人過去 這不意思 補這個 我覺得 不如國民黨團 有個比較有效的動作 而不是找一個什麼 什麼月光仙子 我這個不知道要怎麼評論 其實大家都在講 你剛剛特別提到 他們自己爽就好 但是對國民黨 習相是有上 是啊 我認為是啊 國民黨到底什麼都算 有啦 國民黨要有學校 我們看一下 一方面是 這樣月光仙子 另一方面 他不可能是月光族 為什麼 我們看一下 國內各政黨黨產 一籃表來看的時候 國民黨現在最少 說之前幾百億一千億 現在內政部說沒有說 他有兩百五十五億六千九十三萬 民進黨連他的臨頭都沒有 四億七千多萬 臺連連疫都沒有 請民黨最可憐 借貸兩百九十五萬 那我就回到雙方那小英 這次又把他的三隻小豬搬出來 但是洪秀柱講 你小英你很有錢 我洪秀柱很沒錢 這樣怎麼說不 那不是 說這個說什麼 民進黨很有錢 洪秀柱應該沒有錢 一年的入葬 一年超過十億 中國國民黨 所以你會覺得說 如果大家認為這是不合理的 那你怎麼辦 當年那都化 內政部每一年 政黨的決算一出來以後 來看幾年的要夭壽 國民黨幾年又進黨十億了 那要罵多久 也就是說要改變只有一種狀況 讓國民黨在國會裡面 一定不能過半 至少在這些改革的力量 我不敢說民進黨一定過半 但至少要結合非國民黨的人 讓他政黨法 或者說其他的一些法案 在立法院過關以後 才可以把我們每一年在討論的 後果國民黨的動作有多少 其實國民黨這一些 你會覺得看起來你的感慨 剛剛第一個 你在看的身邊的月光先止 你不要看他在那裡演 謝老師 他演完之後 錢一樣再加兩千 每一天的開藝 他就算跟你演一下 我要用月光來成 我如果不聽 不可以用月光會懲罰人 那是卡通影片裡面的 卡通影片 這齣我都沒看到 但問題是說 你演這個是要跟我們講 這層比較好看 你都沒在看卡通影片 議會不是在做漫畫 議會是在那裡做一個感動 我會認為國民黨在像 比如說台南那個地方 為什麼他未來會衰敗 是 這個其中之一 在中央的一個執政裡面 你端不出任何的牛肉 哪怕是端出牛肉以後 大家認為說 毒牛肉 所以你會發現 從中央到地方 都是如此 所以我看了這一些 你會覺得說 今年人家說國民黨 現在這個執政黨 是 這個政權真的是開始在爭議 真的要爭議的時候 大家就跟他爭議 大家就再 大家再順利順著這個事 國民黨再推他一把 讓他永遠脫離 讓他不再有這個執政的機會 不然老百姓真的是辛苦 我相信很多台灣人看到 國民黨 雖然這已經縮水很多了 250億 我相信很多人今天看我們節目 看到這兩個新聞很多人會講 這次總統選舉 我是月光族 我要來懲罰國民黨 親元兄 國民黨這個包袱 如果不拿掉 那對其他政黨來講 這選戰就好打很多 不是嗎 那當然因為這個255億 其實我個人 雖然是從國民黨過來的人 我沒有摸過國民黨的當勢 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 但是可以預譜的 他都低估 因為一般來講都是用公告 現實去算 然後房屋呢 還給他折就折就折就 折就到最後搞不好殘值 去計算那個價錢 事實上市價都不是那麼一回事 所以255億 我在看 乘個兩三倍 應該是還是有的 因為房地產不是這樣的算法 哪有按照公告現實 跟房屋殘值來算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來講說 蔡英文雖然說 他跟洪秀樹比起來 似乎兩個家族來講的話 蔡是比較有錢 可是選總統誰會把自己家當 這樣全家說我家裡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兄弟姐妹 什麼都搬給你去選舉 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還是要靠他後面的 這個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黨 第二個就是看 是不是有一些小額捐款 或金主財團之類的 一定是這樣的 那這樣來算的話 其實洪秀樹的話 就個人來講 如果他是最窮的總統候選人 那宋楚瑜出來選的話 保證他是最窮的總統候選人 最窮的是宋楚瑜吧 是主席吧 絕對不是他嘛 所以他絕對不是史上最窮 如果史上最窮的話 那馬英九總統當時選的時候 跟洪秀樹現在比起來家當 又比洪秀樹多嘛 也沒有嘛 他在諷刺馬總統 金言兄你講這個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剛剛講的那個就是說 沒有錯 整個國民黨洪秀樹說 我也要用小額募款 看起來好像跟三隻小豬的做法差不多 但是話說回來 當你國民黨有這樣的黨產 在那邊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國民黨有幾千個黨工 這些全部黨工當選舉的時候 全部都是洪秀樹的助選員 是 這些黨工的人士費用 選舉的誤餐費用 還有相關的廣告費用 還有衍生的相關的 其他的人士費用等等 這些全部其實都就洪秀樹的脈 雖然他說請你黨的補助 比如說就是所謂的黨產 你補助盡量給其他立委 沒有錯啦 但是光這幾個幾千個黨工 送屬於親民黨可以選擇 還有幾個黨工 民進黨他最清楚的 有幾個黨工 全部加起來 所以也就是說 這方面來看的話 他就不是最窮的候選人 是 他可能是相當相當有錢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總統候選人 雖然大家都會記得 馬上就上面選擇 國民黨黨中央給他多少 10個月 人進黨給他多少 兩千萬 所以 洪秀樹說我沒錢 你沒錢 又無所謂 我這個黨 兩百幾個 可是你要知道 人家馬英Q 後來宣布的時候 他宣報的時候 他只花了多少錢 你不要忘記 洪秀樹曾經講過一句話 孫總統不花黨一毛錢 對 他有講 他沒有說 不花一毛錢 他沒有說要花幾億 不要花自己的一毛 不要從我手裡面一毛錢 剛剛講到欣元兄 講那個重點 民眾服務婚室在做什麼事情 各地的這些下去 你要辦廣場 炒雞 然後掃街 拜票 棒炮花 然後還要很多很多的助選 全部都要錢